到今年是我回乡创业的第六个年头 在这六年里 我一直都在农业的最底层 生产端摸爬打滚 我之前在那六年里 我种过鳞角 棉藕 棉子 到现在养的小农虾 这六年的辛酸和无奈 我想只有干过农业的人 才能体会得到这种感觉 当然在这期间 也有朋友问我 当初好好的工作你不干 非得回来干农业 你现在后不后悔 我想说的是不后悔 真的 这六年里 虽然有赚有亏 也没有挣到什么钱 但是毕竟我在干着自己想干 而且又喜欢干的事 现在在我们村里的话 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投身于现在的农业生产里面来了 大家都觉得农业大有前景 就比方说国家每年出的一号文件 都是有关于农业的 而且国家每年的扶持重点对象 首先提到的就是农业 这样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农业就是个风口 一个很大很大的风口 你看国家都在每年都在扶持 应该是很挣钱的 那么干农业到底挣不挣钱 咱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农业包含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 像种植养植 都是在农业范畴里面 其他的咱还先不说 像种植方面的话 有水果呀花草呀树木药材等等 在养殖方面的话 鸡鸭鹅然后水产的鱼 这些都属于在农业范畴领域之内 别的品类咱不说 咱也不懂 咱就拿养小龙虾这事来说 前两年也就是19年和20年 干小龙虾养殖的 基本上有90%的养殖户处于亏本状态 我是18年开始养的小龙虾 然后算上今年的话是第四个年头 我租地是60某 然后租金的话一某地是700块钱 我一年租金是42000块钱 然后一年的农资算下来的话 大概在4万块钱左右 也就是一些肥呀药呀这些东西 然后我每年卖出去的毛利 行情在比较低迷的时候 能卖到15到16万 也就是说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我一年的净利润能做到7万到8万的样子 当然这7、8万块钱在大城市里面 可能九牛一毛算不了什么 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的话 一家三口 过个日子还是足够的 然后这60某现在就是我的一个技术保障 在这四年里面 我一直都在不断地沉淀技术 总结经验 没所谋事 尽量地在保证我的生活的前提下 来扩大规模 如果60某 我60某能够挣7、8万块钱 如果我把60某变成120某 我每年的净利润就能做到保底15万以上 也就是相当于越入过万了吧 所以说农民想吃肉的话 就必须要有规模 你一个池塘就那么一二十某地 这个池塘存塘量有限 你就拿一某地巅峰时期 养鱼的话 只能产出一千斤鱼来说的话 你二十某地 封顶了你就两万斤鱼 你不可能再多了 这就好比我给你一个500cc的水杯 让你去打水 你最多一次就只能达到500 你不可能再多一毫升 一毫升你都多装不下 你想多装一点水 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把你的容器扩大 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更多 另外干农业对技术和经验这两个要求 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一头扎进农业这个领域 最好你先想想手头上这些钱 扣完以后干点什么 先把自己的后路给想好 干农业挣钱也不挣钱 这个看你自己怎么把握 就我自己而言的话 我是觉得只要能达到一定的规模 赚钱是早晚的事 前提条件是你要有技术有经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 欢迎到评论区 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有两个有关就会 我切胶ได散第 顶 keeps来 你开门 好 好了 这个cho 那么 我 我 都是